大家好,我是Den 前几天才说过 爱情文成员金千文与Source Music签约的消息 而昨天在日本有媒体报道了 Sakura也与Hype签订合约的消息 日本媒体表示 Sakura与Hype的Label签订了合约 会在8月内离开日本回韩国 Sakura将会加入Source Music准备的新女团 在日本媒体报道之后 韩国媒体们也相机报道了这个消息 之前在金千文的新闻底下 虽然也是有反对的意见 但是Sakura的这个消息 更是引起了韩国网友们激烈的对立 这是有两个原因的 第一个是 Sakura在2016年曾经在网上发过这样的贴文 虽然过了日期 8月15号是中瞻纪念日 希望日本以及全世界 都能成为笑容满满的和平世界 8月15号是韩国的光复节 是为了纪念从日本殖民统治解放而制定的节日 所以一般韩国人对日本所谓的 8月15号是中瞻纪念日 虽然不是说所有人都是这样 但是多少都会有点反感 引发战争的国家在纪念这一天 而且是战败后投降了 为什么是中瞻纪念日呢 这不就好像是你们自己结束了这个战争一样 大概就是这种感觉 而另外一个原因就是 Sakura曾经在一个节目说过 自己画了一个伟人的话 而这个人是日本非常有名的征韩论者 也就是主张征服朝鲜的人 我们来看一下韩国网友们的留言 真是狗不懂 为什么要带来有右派争议的人呢 先好好学习一下韩国历史吧 再说中瞻纪念日之前 学一下独立纪念日 战贩国再说中瞻纪念日 应该是败战纪念日吧 是没资讯吗 搜索公司那么没人才吗 不会反对来韩国活动 但是最起码要道歉吧 但是也有非常多网友们表示 中瞻纪念日还有什么伟人 都是在小时候写的 而且日本一开始就是在那样教育 在韩国出道后 不在那样不就可以了吗 反正在这里骂的人 是本来就不花钱的人 黑粉们带风向造假造假 Sakura还是很有人气 所以就想给支持Sakura的粉丝们 扣上卖国贼的标签 如果真的做了卖国行为 媒体们早就行动了 有良心的话你说说看 你是真的为了国家贼这样 还是只是想找个理由来抹黑而已 看这篇留言书的话 就知道还比为什么要带Sakura来了 对还是有非常多的网友们 在支持Sakura 所以今天想问一下大家 同样的历史在每个国家 可能会有不一样的解释 而从小受到该国教育的人 当然会以自己学到的内容 作为观点 如果像Sakura今天这样的事情 发生在自己国家的话 大家会怎么样呢 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 女爱懂门的 真实街派动图 请不吝点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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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生日快乐 请不吝点赞